这是1935年上海电通公司制片厂拍摄的电影《都市风光》 影院里放映的是《迷老鼠》 创作者华特·迪士尼首次推出《迷老鼠》电影是在1928年11月 很多刷到这个视频的观众重新看到《迷老鼠》是在1984年以后 中央电视台重新引进配音了迪士尼的动画片 其实,之前半个世纪,《迷老鼠》在上海是家喻户晓的 加州好莱坞,到1900年时还是农村,只有500居民 1910年,一部名为《老加利福利亚》的电影全部在好莱坞取景拍摄 一年后,第一个制作厂建立 加州四季温和的气候,再加上避开拥有多项电影专利爱迪生的诉讼 电影公司纷纷从纽约迁到好莱坞 美国的电影业也进入快速发展期 几乎同时,1921年,好莱坞的环球电影公司就在中国设立办事处推广美国电影 华纳和派拉蒙不久也跟进 顺便提一句《在都市风光》中,这个角色的扮演者是江青 当年他一定也看过迷老鼠的